哈囉 NO NEWS 今日新聞的 主持們大家好 我是小玉 楊祺鈺 就是我們六個現在也很好 然後就會在我們自己的群組裡面 穿一些以前 也會有的白癡的影片 因為我看到我嚇一跳 因為我根本就忘記我演這些東西 演的那個內容又很 又很白癡 就是我想說我們以前有這樣子嗎 黑歷史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剛開始上節目的那個 很傻的樣子很不想被看到 好冷笑喔 是誰啊 大家好 我是暴龍 朋友都會拍照 我跟志玲沒什麼 拍張照而已 大家不要亂揣車 我今天講個冷笑話 很夠冷 很夠冷 笑話 那時候很瘦一直 我那時候超級瘦 那時候大概58公斤而已吧 然後很瘦 然後講話又是那種 就是很屁孩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 對 所以 現在再看回去這些影片 我就覺得我那時候 在節目上 或是任何的表現上 怎麼這麼屁孩 然後 是我現在如果遇到我那時候的自己的話 我就會 就是賞他一巴掌 大家好 我是暴龍 因為在棒棒堂那時期 可能是 演藝生涯真的比較高峰的時候 那當六個人 結散 各式去做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遇到 很多很多很殘酷的問題 就像 很多粉絲跑掉了 有更好的偶像團體 或是有更好的人出來 那 那 這時候就 自己心裡得面對很多的落差性 又會 導致你情緒上面 或是工作上面 會有一些 不穩定 就像 可能以前辦簽唱會 你可能要簽個 四五個小時 五六個小時 對 好幾千個人 以前簽到好幾千個人 然後 你自己 當你自己出來 辦簽名 或是辦活動的時候 可能 突然變成 五個人 六個人 沒有那麼誇張 我只是誇事法而已 對 我不是說我 沒有 沒有 開玩笑 沒有 就可能 已經變這麼多了 那你就得去 做心理調適 就是說 好吧 這都是以前 那現在 自己出來 你就得自己好好去努力 自己的方向 這樣子 對我自己也有嚇一跳 就是 我就解個婚而已 大家怎麼 這麼 這麼關注我幹嘛 可是 後來也想一想 就是 嗯 因為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 電視螢幕 或是線上 讓大家看到 我們六個常常有一個 會不會拿出來做一些新聞 新聞 那那些新聞就會去 比較我們六個現在 各自過得怎麼樣 嗯 然後 每次講到 假如說王子啊 奧全 他們就說 我們拍了什麼劇 拍了什麼劇 然後拍哪些偶像劇 那每次講到我的時候 就說 嗯 小鈺目前沒什麼作品 我就 很失落 不是很失落 我有作品 你們不講 就是因為 我已經 專演在音樂劇 也是 四五年的時間 那我一直很 默默的在耕耘 就是 過去我演到 不是西奔最多的角色 可是 我是從 慢慢慢慢一個 就是 小演員在慢慢練練練練練練 練到 現在 呃 確定的是明年 有一個主要角色 有一個主角要找我 就請 各位記者 我做點功課 你們認識誰先愛上他 我先 我先 愛上他 他的生活是 我很喜歡的 因為他生活就是 他沒有什麼 太多 奇怪的朋友 或者說他也沒有太多的 夜生活也沒有 他就是很 單純 就是我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那我覺得 這對於我 聖經百戰的這種經驗來講 看少女生 會就是 會這樣子 對我來講 結婚和沒結婚的 一個差異就是 說真的 你一結婚之後 你在那個moment 你的所有東西 都是他的 他的東西 也是屬於你的 沒有 沒有他完全不認識我 他從來不追星 他認識唯一的 藝人就是 周潤發 還有孔劉 他喜歡孔劉 他有去孔劉見面會 跟他媽 他說他這次是 人生第一次追星這樣 所以因為他很窄啊 他也不出門 之前我們去澎湖的沙灘 我們就說 我們要去游泳了 然後我就跟 我就跟朋友去游泳 然後他就 過來 然後就很緩慢的走進 那個 海裡面 我就說 你幹嘛那麼緊張 你就游就好了 反正你有浮板 你就游嘛 他就說 他就說 沒有我是人生第一次在 海灘遊園 然後 我們要挖那個沙 挖洞 然後把它埋進去 他就說 我這也是人生第一次 被人家這樣子埋進去 好緊張喔 我怕他看這個訪問 就會揍我 老婆跟走進去 誰講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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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演的 飲食男女音樂劇 要在十一十二還有音樂演出 那希望說大家在 北中南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看喔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